什么叫九公主又离狗出走了 皇上息怒 父皇息怒 俄臣七哥带人封锁城门 朕本想为他找一个家序 可他还是想着往宫外吧 他定是去找那秦玉川去了 他怎么还想着那个复兴之人 都怪朕 我已经跟他提起秦玉川现在在哪 秦玉 你快马传输给秦玉先令 让他找到公主后好生安置 你亲自去一趟 朕就这么一个女儿 你务必将她好好带回来 儿臣 遵旨 你是大舟唯一的公主 你的婚事 自由正替你做主 十万 我 我亲户你许久 你可愿 嫁给我 哪有人私下喜欢的 若你愿意 我立马去苏家提起 只是 你一直不肯说 你家在哪 我这不是怕吓到你吗 早知道就不撒谎了 我是偷偷跑出来的 父 父亲肯定还生气呢 等我回去禀明父母在 你一直答应啊 我秦玉川对天发时 此生 绝不复苏世晚 若有相复 不得删终 父皇 女儿不孝 可我一定要去找她问清楚 三年轻为何要不辞而别 这不是太子哥哥的 近身侍卫吗 怎么这么快就找回来了 小姐 最近城中怎么突然戒严了 我只跟你说 父亲告诉我 九公主可能来我们这儿了 九公主身份何等尊贵 连我们这小蛇做什么 我如今去问秦玉川的下落 万一遇上哥哥的侍卫 我肯定会被送回去的 春芝 你看那人腰上别的玉佩 是不是和太子近身拿出来的一样 没错 看来她就是九公主了 我们若是将公主服侍好了 父亲未来的仕途 必定谈到 小女卿和谢灵之女 灵芷芹 见过公主殿下 他们怎么会以为我是公主 算了 反正宫里也不会有人来拆穿我 我也承承公主的威风 我此番乔庄而来 就是不想让人知道 你们也不可大肆宣扬 是 我就不信 这样还能忍出来我 这不是说我都玉佩吗 你 哪里来的叫花子 敢挡贵人的去路 春芝 把她给我拖出去 打断她的腿 小姐 这不太好吧 我们有公主这个靠山 怕什么 打我 只怕你还没有这个资格 你不过就是一个臭要犯的 本小姐想打就打 春芝 这贱壁口出狂言 把她舌头也给我割了 放开我 放开我 腐牙重地 谁敢喧哗 腐牙重地 谁敢喧哗 羽川 秦大人 你认识她 不认识 不认识 秦玉川 三年前你不辞而别 你连几解释都不给我吗 这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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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殿下身份尊贵 不容有失 秦大人武功高强 正是贴身保护殿下的唯一人选 有你这八面玲珑的女儿 您大人必定凌骨青云 一个叫花子 别做白日梦了 魂魂你身上的酸臭味 还想肖像秦大人 算了 别为难她一个苦命之人哪 殿下的身份尊贵 还如此心地善良 拿上 滚 呸 我好不容易从宫里跑出来 跋山涉水来到这里 换来的就是你的一句 不认识 还在这儿呢 还在这儿呢 闲钱少啊 你还真是贪得无厌 苏世万 你果然一点没变 为了钱 可以不要尊严吗 你在说什么 语川 你不是说不认识她吗 语川 殿下 微臣 先送你回县令 她根本就不是公主 她根本就不是公主 你一个乞丐 又没有福气见到公主真容 怎敢在这里大放厥词 难道你们见过 我 既然你们都没见过 怎么就确定她是公主 公主身上的玉佩 乃是皇室专用 我父亲比对过 确认无误 其实当时我是骗你的 我就是就 够了 你骗我的 又何止一转 你觉得 我还会信 我也要购乱 还在这呢 仙钱少啊 你还真是贪得无厌 秦修 这砖子花了你三个月的月份 你还笑得出来 十万家庭不好 我心愿意他 自然是要给他买最好的 苏十万 你欠我的 拿什么来还 殿下 秦大人不必多礼 秦大人虽是五官 可是也要顾惜自身呢 殿下身份尊贵 殿下围臣了 你以为我没有其他吩咐 围臣 告退 这世道 还真有如此 坐怀不论的男子 有点意思 原来三年前的花钱月下 只是我的一厢情愿 我真傻 抱歉 抱歉 小九 你怎么弄成这样子了 哥哥 我错 是我错了 小九 哥哥来了 死心不甘 你怎么 苏世万 你离的男人活不下去 你在说些什么 放开我 怎么 那个男人可以 我就不想 这些 够了吗 够了吗 秦玉川 你到底把我当成什么了 你想人总人 想要就要的玩物是吗 玩物 你对自己的身份 倒挺清楚 秦玉川 我为了找你一路风餐露宿 受尽了苦楚 就只换来了你的一句 玩物 是我瞎了眼 是我爱错了人 像你这种 为了贪图富贵 为了出卖自己身体的人 有什么资格受爱呀 滚出去 不然我要喊人了 秦大人大好前程 应该不想让人看到你 长不堪的样子吧 如果有一天 你发现自己错了 你不要后悔 绝不后悔 我秦玉川队天发誓 我秦玉川队天发誓 此生 绝不负苏世晚 若有相复 不得善终 绝不后悔 和寂寐 请订阅 绝不哲 我们的男人 敬队天发誓 若有相复 不得善终 你骗我 你就这么放不下 他父心薄宪 怎么值得你 如此作敬自己 我真的教你 来人 宣亲和多位 请雨川 微臣请雨川 给太子殿下请安 宫主一切都好 请殿下放心 一切都好 还请殿下息怒 微臣 定当更加尽心 照顾公主 若不是皇妹偏偏对你痴心 仅凭你敢拒绝她 孤舅恨不得将你碎尸万段了 这才行怒 虽然孤一万个看不上 但孤舅这么一个美 实在不忍看她如此难过 孤会向父皇请旨 申你的官职 迎娶公主 我请雨川对天发誓 此生绝不负苏室万 还请殿下恕罪 公主乃今之余夜 微臣实在不败 还请殿下收回成命 收回成命 再说一遍 微臣已有信一致 李氏 绝不负他 请殿下开恩 要么引起公主 要么死 那位秦大人果然是天人之姿 难怪公主多年念念不忘 你见到他了 太子召他来问话 听说还要赐婚 奴婢恭喜公主 得偿所愿 既然有哥哥作者 那他肯定知道我是九公主了 打给我继续打 参见九公主 太子殿下吩咐过 您身体未愈 还是请先回去休息吧 秦大人怎么惹怨太子殿下了 这 说 听说是太子给他和公主赐婚 但 但秦大人抗旨不遵 说他已有心仪之人 怎么样 想清楚了 微臣 死罪 可微臣今日 就算失衡当差 也绝不娶 救公主 公主 是他不识好歹 您一体尊贵 不要这样伤害自己 他宁愿死 也不愿娶我 也不愿娶我 去告诉哥哥 不必强求 我宿石碗 不要青春 公主 您就吃一点吧 哥哥带小九去吃弄米团子好不好 你小时候最喜欢吃宫外的小食 父皇怕不干净 不让你吃 你还赌气躲起来 害我们满皇宫找呢 之前是我太不懂事 此次回京 我的婚事就请父皇 和兄长做主 哥哥定会给你找最好的父婿 嗯 来 赶着喽 卖包子喽 卖包子喽 新鲜的大肉包子 过来看一看 尝一尝 来来来来 看着这干着 走过路过 不要走 哥哥 明日便要回京了 我瞧着这清河县的发饰 做得倒是精巧 不如给母后买一些 你先慢慢看 哥哥要去趟县衙 替父皇考了证件 好看吗 嗯 到时候也给你买一些 呀 叛不上秦大人 就换别人 你一个叫花子 倒挺会见风使舵的嘛 你竟敢对我家主子不敬 主子 他也配 一个叫花子 靠着出卖身体 才飞上枝头 也有脸在这里 称自己是主子 瞎了你们的狗眼 这可是当朝九公主 知道带个奴婢出来演戏了 比起上次还是有掌金的 这是陪了那个男人即晚 才换来的衣裳 你要是公主 我就跟你信 跟我家 我怕你受不起 好大的口气 我可是堂堂清和县礼之女 难道还奈何不了你个叫花子不成 你竟敢当着我的面纵容奴婢伤人 为你也太不将我放在眼里 假的就是假的 你装得再像也没有用 已可知 冒充公主 是朱九族的大罪 你以为帮上个有钱人 就可以在这里耀武扬威吗 我的身份 可是比你尊贵一万倍 哦 是吗 父亲 女儿这辈子还没受过这种委屈 您可一定要为女儿做主啊 是谁吃了雄心豹子胆 敢在我的地界欺负我的女儿 就是这个贱婢 好啊 竟敢在太岁头上动吐 来人 给我拿下 赵泽一百 去找哥哥 你不问缘由就要抓人动刑 如此帮亲不帮你 怎配为本县父母官 我乃堂堂县太爷 管教你们这些贱民理所应当 算的是我东西 竟敢教训我 现在正是当值的世界 你不再富亚作镇 却在此作威作福 你这县令 怕是要做到头了 除了皇上和太子 谁能隔我的官职 今天我就让你看看 在这清河县 我就是王法 动手 住手 秦大人 但秦大人抗旨不尊 说他已有心仪之人 为了他舍弃驸马的富贵 伤着这样还敢来护着他 秦云川 你便信得到快 你还不走 我为何要走 好 既然你一心找死 我就成全你 今天不把你的脏手砍下来 我就不姓林 林大人 好大的威风啊 你又是谁 父亲 他就是这个小贱妇的聘头 就是仗着这个男人 才敢如此猖狂 你放心 威父定会被你出气 男人 将这小贱妇的聘头 一同拿下 放肆 这是当朝太子 苏硕啊 你倒是会跳高枝 太 太子殿下 威臣有眼无珠 请殿下赎罪啊 九公主 我父亲不是故意的 快帮我们美言几句啊 你说谁是公主 你说谁是公主 九公主 你说句话呀 姑还从未见过如此胆大包天 竟敢冒充公主之人 抬起头来 太子殿下饶命 明女不是有意冒犯天家 救殿下开恩 她不是公主 那谁是 父皇亲上的玉佩 你也敢乱丢 你真是淘气过头了 我也不知道何事一事的 就被人捡了去 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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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是九公主 不错 她是孤唯一的妹妹 大舟的九公主 苏诗碗 太子殿下受罪 媒权之前不知公主的身份 请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遥过媒权这次 明女全家 都是被假公主给谋骗了 求太子殿下明鉴啊 明女越军鬼迷信教 以后再也不敢了 求您饶了我这一次吗 求殿下开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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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静 不急 我们一件也亲自 亲自 带上所有人 回县衙 是 茂中公主 乃是诸九族的大罪 无不能擅自处理 便带你回京 请父皇发乱 来人 求殿下开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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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你 殿下 微臣是被假公主门骗了 才犯下大错呀 请你看在微臣治理清河县 多年的份上高抬退守 林大人 你不是说在这清河县 你就是王法吧 微臣是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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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认错本公主倒不是什么大事 只是你身为清河县令 就纵容女儿横行霸道 如今怎么有脸在这里喊冤 父皇封女为官 你既是如此报效花恩的 微臣再也不敢了 以后必当爱护百姓 只怕你没有以后了 传姑指令 隔去林森清河县令之职 全家流放边地 请殿下三思 秦大人是对姑的指令 有所意义 林县令和林小姐 的确是咎由自居 但他们的家人并不直接 也没有冒犯 求公主 皇上以仁爱之国 还请殿下开恩 不要 求殿下开恩 求殿下开恩 小九 他们如此冒费你 你怎么说 哥哥 流放边地的女子 大都是冲锁军纪 他们的家人 最不至此 你就是太心深了 既有皇妹求情 便准秦大人所走 执罚你们妇女 来人 拖下去 殿下饶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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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色不早啊 早些回客宅歇着吧 明日便起尘灰京了 久公主 微臣能否跟你讲几句话 我与秦大人 早已无话可说了 你为何不早点告诉我你的身份 我说过几次我就是九公主 秦大人可有信过 我 三年前我们交好时 你只是个门离 我担心会给你压力 便隐瞒了身份 此时是我的错 不是你的错 十万 抱歉 可我始终不解 我究竟做错了什么 你要不辞而别 我 我看到太子殿下 为你赞发 你就抱着你 便以为你 贪慕虚荣 朝三不死 原来是这么可笑的理由 是我误会了 十万 抱歉 你但凡对我多一丝信任 也会先来问我 而不是一走了之 这三年的日日夜夜 你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吗 九公主 不 十万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好不好 你不是说 宁愿死 也不愿娶我吗 我 我当时以为 苏 清语 才是公主 太子辞婚时 我才拒绝的 或许这就是我们的宿命吧 不断地在误会 也不断地在错过 我们当时 一丝可能都没有吗 我曾问过你 若是有一日 你知晓自己错了 可会后悔 你还记得你是怎么回答我的吗 如果有一天 你发现自己错了 你不要后悔 绝不后悔 秦大人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应该不会输给我一介女子 既然不回 那就就此别过吧 下雪偷漫了行程 到不了园地的驿站 只能委屈你 跟着我们参风露宿了 这样的体验 在皇宫里可是难得呢 下雪偷漫了行程 只能委屈你 殿下 有人一直跟着我们 你带了兵太少 可要属下 传信给周围县衙 带兵过来保护 不是 让他跟着吧 是 他吗 我们离开清禾县衙 就跟上了 也难为他一身的伤 竟然跟了这么久 这点心好吃吗 好吃 是皇宫里吃不到的味道呢 这点心来得可不容易啊 秦玉传 你到底在想什么 马上就到京城了 父皇这次肯定好生气 我估计要在宫里超三年数了 不会的 皇上最宠您了 再说皇上真愁着给你选驸马呢 说不定就忘记你出早的事了 为何女子就一定要嫁人 苦力那么大 父皇难道还怕养不起我吗 祖宗你小点上 这话可不能乱说 您不会是 还想着秦大人吧 我才没有 我听侍卫说 秦大人消失了好几天 我还以为他放弃了呢 结果今天又出现了 只是人受了好大一圈 应该是伤害没有好吧 奴婢师爷 请公主恕罪 没事 怎么了 等下雪飘进来了 公主 秦大人在外面 随她去 关窗吧 公主 公主 怎么啦 爷生了 奴婢伺候您就请吧 去看看他还在不在 是 还在呢 那脸白的 吓奴婢一跳 秦大人 你这是做什么 我已死官 不是大人了 那我就直说了 公主是代驾之灵 你这样守在她屋外 岂不是坏她的名声 再说了 再说了 如今你没有官职在身 和公主更加是云霓之别 公主将来要嫁的都是王公贵族 你何必在这自取其辱 我何尝不止 我何尝不止 自己配不上她 我只是想送她回家 再多看她了 可公主已经不想再看到你了 你若真想让公主开心 就不要出现在她面前 我只想远远地看着她 也不行吗 公主自小养 尊处优 为了你 远赴千里之外 却被你伤得体无完肤 如今你这迟来的深情 比草还清减 公主有句话让我带给你 什么 公主说 往日之事不可追 一别两宽 各自尊重 一别两宽 各自尊重 是 是我父 来日十年应验 我必定不得好死 也算 不成你一样了 云青回来了 把我的衣服拿进来 你怎么在这儿 凭什么你高高在上 一句话就可以决定我的身子 与其回到金城受刑 我还不如早点解脱 你想干什么 就算是死 也要拉你电背 四星云 你就这么着急送死 我是四丁 但我绝对不会放过你 凭什么你生来就是公主 连秦大人那样的人都对你如此致敬 秦玉川 沈大人 你 公主 您没事吧 我以前冒犯 今晚多谢你了 伤口包扎一下吧 多谢殿下 小妹 你没事吧 哥哥别急 我没事了 是他想要行刺我 不亏秦大人及时赶到 殿下 是属下失职 让这罪负 趁我睡着时偷溜出来 差点亮成大祸 幸好九妹没事 否则姑一定活寡了你 回京后 自己去领一百军官 谢殿下开恩 看来姑也没必要带你回京了 带下去 乱棍打死 我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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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得好 我死了 退下吧 醉成 告退 小妹 一头冷汗 哥哥吓到你了 不是哥哥残忍 只是留着这个祸患 终究是夜长梦多 我知道的 对了 秦宇川怎么在你房中 哥哥你别多想 他是听到我呼救的声音才进来的 来得这么及时 难道他正好守在你屋外 小九 哥哥要你一句实话 你是否还喜欢秦宇川 你是否还喜欢秦宇川 我不知道 以为我在想想 当断不断 必受其乱 哥哥可以不逼你 但是父皇肯定要给你选婚了 你可不能抗制 我明白 我明白 你今夜下的不轻 哥哥让明确 给你煮一碗安神汤来 你喝了 我好好休息 谢谢哥哥 请愚川 我不能心软 绝不能心软 父皇 俄臣把酒妹带回来了 父皇 儿臣犯下大错 前来请罪 儿臣以后再也不敢了 父皇 您尽管出发儿臣 您千万别为了儿臣气坏了身体啊 父皇 酒妹这次吃了不少苦 也算是受到了惩罚 堂堂天家公主 竟然孤身前去寻人 你知不知道这有多危险 儿臣知罪 知罪知罪 你除了这句还会什么 从今日起 你便在宫中超出 无朕旨意 不得外出 儿臣遵旨 还有 你的婚事自有朕做主 朕即日下旨 将你取备给太傅 婚期 就定在明年花招节 父皇 您就这么着急要把儿臣嫁出去吗 儿臣若嫁了人 可不能日日在您跟前尽孝了 就你还尽孝 朕头发没给你七百 都算好的了 早点把你这淘气鬼嫁出去 朕也好清静两天 小九 你这是何意 小九 你这是何意 父皇 儿臣舍不得您跟母后 您就再多留儿臣几年 傻丫头 哪有女儿家一直不嫁忍耐 再说了你就在京城 什么时候想回宫都可以 可是 何时太傅肯定是个上了年纪的老头子 儿臣不喜欢 太傅虽然是我的老师 但他也就比你大三岁 他是大洲有名的神童 十五岁就中了状元 所谓是人中龙凤了 再说了 江太傅出身书香是假 人品轻贵 你嫁过去朕也就放心了 可是 是 儿臣谨遵恩之 朕还记得你出生时的样子 欲学可爱 没想到 这么快就要嫁人了 好了 你这一路也辛苦了 去陪你母后聊聊天 然后回去歇着吧 儿臣告退 那个秦宇川 现在何处 他跟着我们进了城 现在住在一家客栈里 儿臣派人日夜监视 请父皇放心 他敢如此伤小九的心 我杀得难消震心仇之恨 父皇 如今九妹已经同意下家将家 儿臣觉得还是不要节外申之为耀 小九还以为自己能骗个朕 他找借口推脱 不就是还放不下秦宇川吗 若真杀了秦宇川 来日九妹知道 只怕他心里长疙瘩 既然这样 你传朕口谕 江爱琴乃国师重臣 不容有失 封秦宇川为三等侍卫 贴身保护他 父皇 您这是 你不是说秦宇川想和小九重归于好吗 真就让他亲眼看着小九嫁给别人 这批杀了他还难受 和尘遵致 去吧 万在宫里抄了一个月的书 抄得我手都中了 这不是太子殿下心疼您 找个借口出来带您放松一下吗 哥哥还是和小时候一样疼我 哎 小心 微臣张衍舟三件九公主 太副大人不必独立 你怎么在这儿 这位是皇上御赐给微臣的侍卫 旧公主认识您 公主啊 江大人可是您未来的夫婿 不认识您 是我眼花了 她长得很像我一位 故人 是属下的夫妻 山路失华 九公主请慢行 免得摔伤玉体 微臣先告退 太副大人 奴婢笨手笨脚的 不如由您带着公主珊珊 奴婢随行便是 若九公主不嫌弃 微臣愿意呆老 有劳 我要查到什么时候啊 您就别抱怨了 皇上不是很准您 可以在院子里抄书吗 但还是无聊啊 太子哥哥最近忙什么去了 也不来看我 你以为我跟你一样闲呢 哥哥 父皇是不是看人不让我禁足了 父皇是让你收收信子 不叫禁足 你再这样调皮下去啊 小心父皇 真的管你到明年大婚 知道了 我听话就是 听说父皇 将你每日抄写的诗文 都收了上去 是啊 那么我想让人带钞都不行 太夫啊 今日特意将这些东西交给我 愿我务必转交给你 这是什么 这字迹怎么这么像我的 太夫是书法大驾 他的莫宝千金难求 却用来帮你抄书 真是浪费啊 这些 都是太夫替我抄的 不仅如此 他还说以后每日都会抄好送来 得夫如此 也算辽圆了 这又是什么 他怕你闷在宫里无聊 特意找了一些画本子给你解闷 看来 上次陆明山出狱 有人已经动心了 哥哥别打趣我 好好好 我还有事先走吧 母后说你的嫁衣已经秀了 晚点会给你送过来 好 好 公主 太夫大人对你真好 您怎么看起来好像不开心的样子 没有 看来 上次陆明山出狱 有人已经动心了 我真的要嫁给他吗 谁 谁 谁 来人 是我 是我 你怎么来了 你疯了吗 我宫殿外有几十个巡守的侍卫 若是被人看到你强闯公主殿 只怕父皇会叫你凌迟处死 你还是关心我的 你想多了 我与江太夫婚期将至 我只是不想闹出流言蜚语罢了 你真的要嫁给他吗 君无戏言 怎会有假 你来若只是说这些 那你可以走了 这是何物 当年你我二人许下白头之约 原本我想送给你的 可惜没来得及 为何没来得及 缘缘还需要我来说吗 是我 过去的已经过去了 我已经在开始放下 你更应该是 请你自重 世文 你不要嫁给江太夫 你再等等我 再等等我好不好 好 若是三年前 我必定会毫不犹豫地嫁给你 但在经历过那些事后 你觉得 你还会值得我违抗父皇的圣旨 慢走不送 请太子殿下安 晚上风大 你也不多批件衣服 到时候染了风寒 可不许说要苦啊 我在屋子里待久了 出来透透气 哥哥哥 哥哥怎么这么晚还过来了 母后要我来问问 嫁衣是否合适 你面子多大 嫁衣是母后亲手秀的 我一个当太子的 就跟个传信的似的 哥哥最疼我了 还有 你最近乖一点 不许惹父皇生气 南边起了战事 父皇这心烦呢 什么 什么 你放心 父皇登基多年 这点小乱子 还没放在眼里 他只是心疼 把心受苦 我明日便摘戒如苏 祈祷战事早点结束 小九真的长大了 哥哥也希望早点平地证实 免得耽误 小九的婚期 谁 哎 哥哥你别大惊小怪了 是 是我养的那只猫 估计又在那野呢 嘉一就在屋里 哥哥随我去取吧 走吧 我还是放不下你 为了你 我愿意拼一次命 是故君子借圣乎其所不睹 恐惧乎其所不闻 是为神疏火了 公主殿下听这些自然觉得无趣 父皇爬了在宫里闷出壁脉 便要姑带着她来听太父讲课 实则 还是给你们培养感情 殿下别打趣为神 太父与姑有授业教导之恩 将来又是姑的妹夫 不必如此拘离 只是九妹 从小就交纵惯了 日后 还需太父 多费点心 点心 什么点心 抱歉 我睡着了 公主定是睡太晚了 无妨的 方才公主念叨点心 定是饿了 这家点心比不上御膳房的精致 但胜在独特 公主可愿赏脸品尝一样 这不是京城九方斋的点心吗 父皇总不让我吃 公主若喜欢 威势每日带不同的点心来 女孩子这么贪吃 也不怕大夫见笑 公主纯直可爱 威势人则会取消 太傅啊 可不要惯坏她 她最喜欢得寸进尺了 哥哥怎么可以这么说我 这茶水已经来吗 威晨替您去换个月呢 你好好待在这儿 等等 这几天不见秦宇春 她去哪儿了 她随军南下了 什么 但是她来找威晨 说如今南边起了战事 她愿意以小兵的身份参军 为大洲平息战乱 她一身绝佳武功 若是日日跟着威晨 岂不浪费 威晨便与她所紧 是有什么不同啊 殿下是有什么不同啊 没事 只是这件事 不要让九公主知道 威晨明白 父皇总算结了我的禁足 这几个月可快把我变坏了 皇上也是关心姜太夫 再关着您 姜太夫的手都要抄肿了 好你个小丫头 连我的玩笑都敢开了 我迟早把你送到母后那里去 让大宫女好好调教调教 公主饶命 奴婢是看姜太夫 真真是把您宠的骨子里替您开心呢 那边怎么这么热呢 肯定是大军班师回朝了 微臣秦宇川参见皇上 参见太子殿下 起来吧 安南将军已经向朕说过了 此次战役 你多番献祭 出力不小 非臣不敢 只是略尽棉薄之力罢了 朕闻着你身上一股药味 想必是伤口未愈 太子 在 你稍后派人将宫中密钥 给秦将你送去 儿臣遵旨 秦将决 因着小九之事 朕的确不太喜欢你 但你武艺杰伦 俗读兵法 是国之栋梁 朕便破阁封你为将军 赐局将军府 望你不要辜负朕的厚望 微臣谢陛下 必定 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嗯 你恢复好好休息吧 微臣还有一件事 恳请皇上 再次臣仰荣蟲 秦将军 父皇念你征战沙场 才破格提拔你 希望你不要得寸进尺 微臣不敢冒犯 只是 微臣在战场上拼命 为了 就是这件事 好 那你说来听听 微臣爱慕九公主多年 恳请皇上开恩 将公主许配给微臣 微臣定当爱好公主一生 绝不辜负 倘此 父皇息怒 秦将军神志不清 和尘 这就送皇出宫 多谢殿下继维 只是 微臣今日前来 已经做好了 被皇上重罚的准备 为了公主 微臣顾不上那么多了 你不要以为有军功 就可以为所欲为 朕念你痴心不意 便饶了你这次 退下 就算你有意 也要看看九妹的意思 微臣告退 殿下 微臣求见九公主 求您帮我这一次 早知今日 何必当处呢 微臣子杰 我们日的伤痕 无法弥补 但 微臣愿以性命其事 绝不会让公主 再受半分委屈 秦将军也算是保学之事 应当明白覆水难收 破井难缘的道理 你既不死心 便随我来吧 微臣请雨传 参见九公主 你怎么在这儿 你受伤了 沙场刀剑无影 比起战死的将士 如今微臣的战的嘴 已经是上天壁闻 你竟然去参军了 我一去就是姐的医人 她却完全没有发现 微臣此次想来 是想问九公主 三年前的约定 是否还阻止我 我已经忘了 秦大人五蕴昌龙 祝你早日寻得有缘人 相伴一生 我总是爱怀着一丝希望 是否还阻止我 是否还阻止我 我们曾经那些不愉快 多想想我们在一起时的快乐吗 公主已经许人 请大人慎言 我当然不会总是记着 你带给我的伤害 因为不值得 只是我也不愿意再与你在一起 仅此而已 我即将叫做他人心腹 秦大人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 对你 对我 都好 堂堂男子汉 怎么婆婆妈妈 我们公主都说了 离你再无可能 你怎么还纠缠不朽 我只是不甘心 这方四胖 多少次支撑了我 从死人罪里爬出来 今晚多谢你了 伤口包扎一下吧 多谢殿下 如今 无归原处 日后 我不会再出行在你的眼前了 祝我 和江太夫 万年好合 拜托谢了 秦大人 沙场来去 万望珍重 江太夫 我从没这么清醒地意识到 我真的失去他了 十万 祝你幸福 慢点跑 小心摔着 你不要误会 我跟秦将军没什么 我知道 公主想吃桃花米糕吗 听太子殿下说 你念到好几天了 我在跟你讲这么严肃的事 你跟我说什么米糕啊 公主想吃桃花米糕 便是为神心中最要紧的事 至于你和秦将军 已经是过去的事了 你都知道了 猜到了一些 你不生气 为何要生气 方才公主不是说了 和秦将军并没有什么 我自然信你 你相信我 公主将来下载微臣之后 便是辰的妻子 夫妻之间 自然要互相信我 诶 你怎么了 可是微臣说出话了 没什么 想起了一些往事而已 桃花米糕呢 纵然你想吃 但也不要贪嘴 念得吃多了鸡食 微臣还要去东宫 给太子讲课 告退 公主啊 这条丝帕怎么出脸 扔了烧了 随你处置吧 公主前阵子总是心事重重的 心下终于好了 云雀 我今日才知道 一句我相信你 对我来说是多么重要 殿下 秦将军亲眼所见 如今可死心目 殿下说得不错 当真是覆水难受 破惊难缘 微臣有遗愿 还望 殿下成全 说来听听 微臣自请戍边 守护大主安宁 书边极为辛苦 数年都难回京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微臣心意已决 望殿下成全 秦将军 不要用于救世 就让往事都随风吧 父皇那天 姑会替你请旨 但臣与不臣 还要看父皇的意思 多谢殿下 微臣 告退 爸 原来有些东西 当时没送出去 就再也没有机会 是吧 我从此常住宾馆 守护大众 也守护你 父皇 听说太子哥哥要去悟佛寺上香 而臣也想去听听佛经 你哪里是想去听佛经 你是想出去玩罢了 行了行了 老是把你聚在宫里也不好 这次你便去吧 记得多带点人 不准的偷偷溜出去玩 谢谢父皇 公主 您怎么慢点 侍卫都要跟不上了 真是的 一群男人竟然还跑不过我 这山中的野花 就是比公主的好看 公主喜欢自由 等将来成婚后 就可以经常和姜太夫出来赏花游玩了 你这丫头就是嘴坏 到时候我就把你留在宫里 免得吵我 你不要啊公主 走 公主 来人 什么 寿意们赶到的时候 只看到九公主的贴身侍女云雀 井子上有重击的痕迹 九公主是不见了 你们一群废物 这么多人还看不好公主 属下失职 愿江公赎罪 即刻带人封锁所有出入口 调京卫军的人过来 搜山 属下遵旨 带走小九的人 到底是谁 来人 来人 公主 公主以为朕还是在宫里啊 你仔细看看 这是哪儿 你们是流放边地的罪臣 竟敢私自入京 这是好大的胆子 少在这里拜公主的款 我们好不容易从边地逃回来 就是为了今天 九公主 没想到我们还有见面的一天吧 你们想做什么 做什么 自然是为了报仇了 这几个月 我和父亲所受的罪 也让你品尝一遍 之前的事我并未冤枉你们 还保全了你们的家人 你们就这么恩账仇报 如果不是你 我也不会落入这样的地步 你父亲 动手 听说你要嫁给太傅了 太傅出身妄卒 你说 他会不会取一个残花败脸 你们要是现在放了我 我可以装作不知道 放你们离开 但若你真敢动我 我绝对把你们灵蜀处死 反正我们司陶已经是死罪了 死前能有公主这样的角色相陪 也不算亏 这个口味 九公主一定喜欢 秦将军发生何事了 见过太傅大人 九公主与太子殿下 上山礼佛半路 竟然失踪我 什么 太子领我进山搜寻 失陪 我与你一同去 你们刚刚过来我就抹了脖子 九公主 你花儿一样的年纪 何必急着行死呢 想死是吧 那就好 你知道 我有多少个晚上也像像你一样一两百两吗 可是我连死都死不了 这一切都是因为你 我父皇和太子哥哥肯定都在找我 你们插尘难逃 若还想要命 现在就放了我 你放心 你哥哥那个蠢货 肯定想不到我混入侍卫里偷偷把你绑走了 他们还在山里无头苍蝇一样的找你呢 哼 不许骂我哥哥 自己都泥菩萨过江了 还担心你哥 我所受的罪 你也要平常一二 住手 诗恩 父亲 别动 否则你们就要给九公主收尸了 把中九族吗 这位想必就是太富了吧 果然是知蓝欲输 人中龙凤 你倒是好命啊 一个两个的都为你吃鸡 放开公主 本官保你留个全尸 如果我说不能 反正我都是要死的人了 带上九公主陪葬 我也赚了 你可要想清楚 一杯毒酒 和临时之心的居饼 等我杀了公主 我再咬舌自尽 我要让你 都看着我的尸体无可奈何 你怎么来啊 我又吓死了 你怎么来啊 是为臣来迟 让公主受委屈了 秦将军 此事关乎公主亲密 爱起您三件细口 太副大人放心 我绝不会泄露半局 坏公主的命捡 你们二人先回宫 给皇上报平安 这里的三局 我来收拾 多谢 为臣先送你回宫 吓得我腿都软了 殿下 为臣冒犯 父皇已经准奏 让你驻守南疆 你这一去 彻底断送了你在京城的前程 你当真不悔 为臣 绝不后悔 十万 此生 再也不见了 祝你幸福 公主本就倾国倾城 这穿上嫁衣 简直美的入仙子凌晨 江太夫怕是要看呆了 不许胡说 十万 我终于等到今天了 吉时到 江彦舟 我来嫁你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